建議喔 你可以把原來的這個 Fold Start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 比如說你要換不同版本啊 比如你要做修改的話 建議把它Copy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的話後面給一個數字啊 或者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 假設我這邊有一個新的寫法 我加一個New也可以啦 OK好 然後呢再把這個New的程式打開來 再來修改 不然的話你改完之後你舊的就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版本那1234也可以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能夠讓程式縮短了 其實有個方法就是說 因為在Python 你 那個什麼呢 要讓這個字串輸出幾次的話 你可以用 什麼呢用那個 信號乘上什麼呢 假設你要輸出5次的話 你這個地方就乘上5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這個信號 它會輸出5次 比如說你可以用 假設這邊我們是print什麼 Print假設是 信號 假設我要print這個信號 5次的話你可以乘上 它這邊有個star有沒有 乘上5 我記得意思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信號輸出5次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把它print一下 我們試一下 把這個run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它會幫你輸出5個 如果你要13個有沒有 那就13個 輸出13個 有沒有 有沒有 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輸出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那你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希望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的話 那當然我會希望 1到13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先在底下 知道 有這樣子的一個 邏輯 但是我需要這裡面的數字 是會變的 就是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i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你只要產生一個什麼 4i 有沒有 所以在上面這一行 然後它是一邊輸出一邊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一個for 什麼呢 i 空一格 in 哪裡呢 那你可以用 中瓜糊1234 不過那個太麻煩了 中瓜糊你可以打 1.2.3 這樣子 這樣子 可是這樣寫法太囉嗦了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range 這個慢慢習慣 range 我的開始 是從1開始 我的結束呢 那就是從多少 從那個 結束是 13 所以 一定要加1 14 後面加一個冒號 第二個呢 一邊輸出 一邊跑一個一邊輸出 那記得呢 要把這個怎麼樣 放在裡面 意思就是說呢 我如果放外面呢 他不會執行 一定要放for回線的下一階喔 這個階層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放在外面他不會跑 一定要放在下一階 就多一個table鍵喔 這個 觀念很重要 然後你把這個 值怎麼樣 改成什麼 改成i 不就好了 OK 這樣的話就是跑一次輸出一個 因為print 後面會自動加那個什麼 換行 有沒有 他print出去喔 會多加一個換行 所以呢 你變成說 一邊輸出 Enter 輸出Enter 輸出Enter 所以剛剛我們在 S裡面會串一個 反斜線N 這個地方不用 所以如果你把它串完之後的話 那就執行一下 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會是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1到13 OK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特性還蠻 蠻重要 如果 你要重複幾次輸出的話 就是 其實在VBA就repeat 就是REPT 我們在VBA裡面有REPT函數 repeat幾次 他的寫法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在VBA等同是 REPT的 repeat這個字元 幾次的意思 這個 其他語法好像沒有 Java也不是這樣寫 所以如果在Java裡面 你要寫 那個輸出的話 你就要寫剛剛那個方法 就要跑兩個回圈 C啊 C++也是一樣 那Python 這個厲害 這個地方就比較厲害 OK 甚至比VBA還厲害 兩行 OK 那蠻不錯 因為同學 回去都會收看那個 網路上Python的影片 他說剛好有看到 就試一下 真的兩行可以搞定 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的話 要顛倒嗎 如果你用剛剛那個方法 也可以顛倒 我本來是想說 如果剛剛的方法 可以再顛倒 顛倒的話 就是 一樣嘛 一個 I的回圈 一個 追的回圈 然後呢 就是反向 由 大 到 小 有沒有 小的話 就是前一個 所以0 的前一個 就是1 OK 然後要 Step Step就是間隔的意思 越來越小嘛 就是 12 13 12 1 到1 OK 寫法這樣 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輸出幾次 也是 I加1 所以 追的回圈不用改 然後底下也不用改 其實就改Range 這個地方 就輸出的話 那就是什麼 就是反向的 顛倒 先輸出13個 越來越少 有沒有 其實關鍵呢 就是把剛剛那個 程式 改這個地方而已 越來越少 關鍵就是 原來是多少 原來是1嘛 然後這個原來是多少 14嘛 這個原來是多少 原來不用 因為預設值是1啦 你1的話就可以 不用寫 但是如果你是2啦 或者是-1 或者其他數字的話 這個就是所謂的等差 差多少的意思 如果是差-1的話 那你就要顛倒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以後這種東西 只要你是要處理資料啦 一定都會遇到 但是如果你這個不熟的話 跟各位講 後面不用不用講了 你根本 你要把一個 工作做出來 都是問題啦 OK 但是如果你熟練的話 反正呢 所以 如果你有這種專業的話 這個資料過來 一堆的RAWDATA 超多的 經過你的腦袋 寫出程式之後呢 可以把RAWDATA 變成一個報表 對不對 馬上讓老闆知道說 哪一個產品 未來的趨勢是最好 哇 那你應該是會 蠻受歡迎 老闆 這個給你 明天告訴我答案就好了 對決策就 對 至少他做任何決策 都一定不會是錯誤的 這就是大數據分析的要點 就是 有點 經過你大數據分析之後 你就是孔明的 孔明就 諸葛亮 不是諸葛亮 諸葛亮 OK 就是 可以預測 但以前人必須要 可能讀了非常多的書啦 就是 那個什麼 可能要 博覽群書啦 很多知識 才有辦法 現在不用 現在反正你給我什麼 我幫你分析啦 我這分析 是根據DATA 所以呢 大數據分析有個重點 就是 重量 不重值 量意思說你資料量要夠大才有意義喔 如果那個RAWDATA來源 DATA 的量很小 那你 分析出來的意義就不大 所以你的DATA越大越好 可是越大越好你會有一個問題 你不可能用人工 來分析 你必須用電腦來分析 我想因為電腦跑一千萬次 一兆次 他都照跑 不會有 Lag的問題 而且不會有錯誤 但是人只要跑個幾次 大概就完蛋了 所以這點我想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個FOR回宣非常重要 就是決定你要讓他跑幾次 那一樣喔 如果要反向喔 特別是我剛剛有改了 New 兩行喔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反向回圈 改成什麼 如果我今天這個是反向回圈的 兩個回圈的改法 如果我要把剛剛這個改成什麼 反向回圈 其實怎麼樣 在這邊改一下就好了嗎 應該會改吧 第一次輸出 13個 第二次輸出 12個 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 等同是把剛剛那個 Range的 改到這裡 應該可以記得啦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 好 謝謝